舒服 這一次送什麼 水可以生產一堆的 木板 這樣簡單工具也做出來了 這個都離倉庫近一點好了 那我只能說現在的木頭是很不夠的 伐木場最好是再來一點 零件還夠不夠 零件好像歸零 零件還一大堆喔 路加10%速度 路那有加10%速度 路加5%速度 不要肉串 不要這個 來開吃餅乾 去把人類開始做餅乾吧 女王再次下令 希望我們打開三個隨便的貨物 好簡單 賣45塊錢的東西出去 或者找到一個搖然後燒一點煤出來 好這個好 理論上找到一個搖不是太難的事情 可以移到這邊好了 可以好擠喔 這裡開大一點 可以開始處理木板了 商人來了 你好 我想想我要什麼啊 黑鑰匙的鐮刀 喔 黑鑰匙的鐮刀看起來好爽 現在就是磨麵粉 磨麵粉然後做成麵包 這個木板 可能是不用做到那麽多耶 做到有10個就好了吧 打boss嗎 等在處理 燒磚塊這兩個好像很閒 這裡也是燒到有個10個吧 也是燒到有個10個吧 已經沒有礦點囉 麵包超人行動 開始 應該去揉麵糰 馬屬肥肚肚 在什麼 拿到7個 拿到7個琥珀 兩個遠古石板 OK 我覺得差不多可以打開一個區域了 警報警報 非常危險 蜥人警報 要 蜥人要走啦 蜥人到底又有什麼不滿 又怎麼了 又怎麼了 蜥人 蜥人已經全都沒在工作了還是不行 不管啦 你們出去工作啦 蜥人 蜥人離開了 燃料開始 匱乏了 沒有 沒有燃料了 木頭已經用完了 木頭已經到極限了 你每出售25琥珀的貨物就可以降低敵意值15點 很好 我愛大自然 所以更多的人類來了 我不行了 蜥人不行了 我看蜥人極限到了 我們去尋找更多的沃圖 我們去尋找更多的沃圖 蜥人 蜥人就乖乖的負責挖礦吧 我看一下 美味的餅乾可以提高大家的信念 也分類看板66個月 大 66那肯定大 這不需要這麼多人做麵包啦 就沒有那麼多材料 OK 他們要回倉庫超級遠 來準備擴建倉庫 移動式倉庫 跟著走 翻牆 65個月被無視 絕對不可能的攤 三個危險的空地 下一個商人多久 下一個商人在快要暴風雨的時候會來 來準備收成囉 這個收成永久增加超強的 一個是七個然後到下一季就會變八個 只要我一直連任下去就會越來越多 今年是我執政第四年 穀物產量已經來到七了 有夠猛 OK沒礦蛙了是不是 這裡還有這裡還有 礦產一個都不要放過 直接擺族的訂閱 絕對不可能被無視 不可能發生事 有看到有看到我就一定會 他可能有時候那個bug就沒有跳出來 你知道嗎 我是有沒有衣服可以穿啊 沒有可以蓋那個衣服的 人民現在還沒有衣服可以穿是有點尷尬 來女王又有什麼 有什麼需要的 20個具有美觀的裝飾 當然沒有問題 四龍要好嗎我知道 來屏東的朋友 準備把這個四龍弄起來 還是要有什麼能不能能不能夠 ヽ ノ 謝謝我 你這樣做的 我不是要有什麼能夠 說 我是要是要是我 lend 我不是要 他不是被自己讓那種 你你結束吧 你結束吧 我不是要是 再做一點點的木板 木頭是要不夠了 木頭超級多 超級超級多 終於要挖通這裡了 屏東扛不住我 屏東 我蓋好了你就知道了 看一下 這什麼 生存的雷鳴在岸邊滾動 海客人物是不是 我只能說只要是人眼的我應該都沒有看過 只要他不是2D的 我大部分應該都是沒有看過 3D的可能看過一點啊 但應該是沒有那麼多 主要是有看過啊 主要是有看過啊 主要是有那個恐龍耶 那一定有看啊 有霸王龍耶 還有那個會跳起來那個很大隻的那個什麼 黑鮪魚 會跳很高的黑鮪魚 欸木板不夠了嗎 看一下 木板超多 爆雷誰又在爆雷 這裡面有爆雷是不是 等一下遇到事情了 採集和種植的速度會大量下降 採集和種植的速度會大量下降 好 這個我們得盡快的派人處理 這我一定盡快派人處理啊 看來屏東四龍這件事情可能 暫時無法處理 而且蜥蜴人又要走 用一堆木板可以蓋一個萬神殿 用一堆木板可以蓋一個萬神殿 怎麼辦啊 種菜嗎 感覺種菜吧 再種一點菜 不行啦不行啦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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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火啊 蜥蜴人又開始默默的離開了 蜥蜴人都走啦 木匠坊又沒人咯 別走蜥蜴人留下來 收稅 收稅 包裝的產量加一 好包裝產量加一 只要女王也要包裝 我們一定給 人類處理這個麵粉比較快 很怪啦 很怪 那個蜥蜴人 他們就一直要走 我也沒有什麼辦法 這裡還有煤礦可以採喔 煤礦長怎樣 不管怎麼樣這個蜥蜂危機是快要跑出來咯 這個蜥蜂危機再不處理 真的要蜥蜂危機咯 好 得處理四分鐘 然後這個貨物得這樣扳 不行咯好像取消建設 OK 屏東的話我們晚點再種 沒有辦法 蜥蜴人要吃肉 沒有肉啊 我們已經沒有肉啦 吃雞蛋吧蜥蜴人 木頭用光光了 木頭 木頭消耗的量有點巨大 我怎麼這麼說 感覺應該是夠了 我看一下 木板還有12個 這樣這裡要用的 好 應該暫時是夠了 你貓趕快趕快 我們趕快伐木 這裡不伐木真的不行 蜥蜴人吃芋頭 芋頭好像不錯 要是我可以種出芋頭就好啦 沒關獻祭喔 我剛剛沒關獻祭嗎 怎麼可能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絕對不可能發生那種事情 但現在連基本的火都沒有是很奇怪 太平洋沒有加蓋 太平洋 我只能說現在應該是有加蓋啊 根本看不到太平洋啊 好遠啊 為什麼商人一直沒來 我怎麼感覺商人好像一直沒來 打開三個貨物箱 鬧鬼的神殿 打開貨物箱這麼困難喔 一位蜥蜴人又離開了 沒辦法啊 沒辦法啊 得派人支援了啦 蜥蜴人一直跑 蟲蟲一直跑出來 五百有幾個 二十點的美關 其實快要完成了 加油加油 第四個 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十三十二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 好完美 OK 一個漂亮的公園 就這樣蓋好了 這個蟲蟲真的是得趕時間 中央說要改善四龍啊 那我就給他蓋個公園 完美吧 我感覺這個城市基本上是不會再有蜥蜴人 欸 原來這裡還可以再強化喔 蓋四個舒適的東西 OK 蓋四個板凳 那有強化效果 蜥蜴人你們都在哪裡 蜥蜴人根本沒在工作欸 蜥蜴啊 人家派一隻狸貓進去好了 好蜥蜴人 全都走了 蜥蜴人你們現在走了 就吃不到這些蟲肉囉 現在是要有一堆蟲蟲肉囉 我感覺也不用收集這些什麼雞蛋欸 根本就沒有用 根本就不缺雞蛋啊 浪費我的能力 好所有的蜥蜴人都走了 沒有留下任何一個 沒有蜥蜴人 沒有蜥蜴人 已經沒有蜥蜴人 閒置中 喔 處理完了嗎 可以 蟲蟲巢穴終於處理完了 他這個商人不知道能不能明顯一點 那個商人超級不明顯 蛋也是吧 來吧 女王你還有什麼命令 女王希望我們種很多的錢 然後再把農作物包過去 好沒有問題 總體理念還會上升欸 可以他希望我們成為一個農業城市 把農作物包過去是不是 我看看什麼東西可以把農作物包過去啊 就只有臨時工作站可以欸 好啊 那就來包啊 那就來包啊 我真的還要找到一個窯才行 好啊 狸貓人要走了 狸貓人 你們別走啊 我燒點火給你們啊 好了 看來只能臨時工作站啊 穩住了 好 穩住明星了 還行 更多的農田 哈 又來了一堆蜥蜴人啊 怎麼那麼多啊 那就來啊 那來啊 你們要來就來啊 我沒關係啊 你們就來幫我們蓋房子吧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關火了可以關火了 也不用關了 用完了 請選擇一塊基石 沒解決兩個事件 第一降低50 非常好 傷人兩分鐘 沒東西燒咧 現在最尷尬的就是沒東西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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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蜥蜴人又要走啦 蜥蜴人又要全走啦 蜥蜴人又要全走啦 這次找到了什麼 煤礦 水喔 煤礦 煤礦到底長怎樣啊 我怎麼都沒看到啊 在騙是不是 不行啦 再開一區大的吧 蜥蜂巢穴 好蜥蜴人又開始走了 還是我從現在開始偏坦蜥蜴人 這個城市現在開始歡迎蜥蜴人喔 你們先別走先別急著走 先幫我們把建設都搞好 好 20個美觀已完成 女王要的這個 美麗城市已經有了 這什麼阿哥 這三個也太廢了吧 抓蜂蜂的好了 這裡剛好一堆蜂蜂 城市弄好了 挖這區好了 商人 欸欸欸欸 商人別走 商人別走 到達速度增加 發木工的移動速度增加 麵包店 我看一下我的任務是什麼 我得再賣掉一點東西 我也沒有什麼想要的 賣一點麵粉給你吧 你換點肉乾好了 換跑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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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不錯 感覺跑速增加應該是一個很不錯的東西 再給蜥蜴人來一點肉乾 這個蜥蜴人友善城市 買一雙鞋子 還哭啊 任務還要七個 琥珀 好 再給你買一點 再賣你一點麵粉 我現在麵粉大 全部換成肉乾好了 麵粉也太多了吧 這個麵粉量真的是在哭欸 要不然再喝一點酒好了 超多 這個粉超多 不要把它全部賣光 雞蛋也給你一點吧 再加一顆 再加一顆 這樣子 可以 麵粉外交 來個搖吧 酒房 酒房喔 喔 感謝德瑞特13個月 蜥蜴人的家 感覺 哎 蓋個酒房讓大家打架好像比較實在啦 這是很難蓋欸 這個很難蓋欸 而且怎麼有人無家可歸咯 繼續磨麵粉 繼續磨麵粉 我有裁縫的東西是不是不太多啊 你死者贏地啊 馬蜥蜴人丟進去 馬蜥蜴人丟進去 看一下 伐木工廠 再蓋一個 再蓋一個 OK 看來是沒有跟裁縫有關係的 這裁縫的得多搞一點 全弄了吧全弄了吧 全弄了吧 他到底八個這樣是算八個還是算那個啊 信念低落離開了 信念低落離開了 算八個還是八成二啊 暴風雨要來囉 我看一下包裝25個農作物 我們把這邊挖開吧 雨來了 要下雨啦 要打雷囉 OK 附到這個程度啊 我可以幫你們燒一點點 但我看起來影響好像不大 算了 附成這樣 那就算了 神靈這麼氣啊 神靈這麼氣啊 神靈要這麼生氣 我也沒什麼辦法 我忍著說還是不要浪費我的木頭 神靈已經氣成這樣了 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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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離開其實 會直接加女王的厭煩詞嗎 好像會耶 是伐木工這個時間還有加啊 生氣了那也沒辦法啦 來一個 好 穀物再強化啦 更多的穀物啦 來了來了來了 又來很多人了 又來很多狸貓了 快點狸貓補上 原來人走了 是不是提高一點點的 早說 女王怎麼不早說 女王又不早說 她沒有跟我說這個城市要有住那麼多人啊 包裝農作物這件事情 不行 我們是得最後先處理啦 很怪怪啦 現在我感覺是有一點怪怪了 在走人是真的不妙了 酒館還要放人 OK 把蜥蜴人都放進酒館 看一下 伐木的不能停啦 燃料工作站可以停工了 OK 這樣吧 好 這樣就全體信念加三嘛 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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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罰這裡吧 不趕快完成女王的任務 我們要出事啦 要被罷免了啦 OK 又開了一個 裡面什麼 OMG 魚人的洞窟啊 OK 處理不了 好 等商人來 等商人來 買一點樹脂 沒有太多可以處理的東西 好可惜 商人 你快來啊 女王要不爽啦 欸欸欸欸 又可以完成一個 沒事沒事 還行 再來我只要找到兩個石板 弄一個窯 裁縫的 好 裁縫 也沒辦法了 找找看石板吧 哪裡會有石板呢 不會吧 不會吧 白蟻的巢穴喔 好 開三個已完成 女王又爽了一點點 沒辦法 這還是得處理 還是得去把他屌一屌才可以 幫你 大家要走啦 信念十分的低落 還不行啦 不行啦 大家別再伐木啦 不要再伐木啦 不要再欺負森林了 先寄給森林吧 停止,停止一切的伐木 不行了,得偏台一下狸貓人了 鋪頭消耗量巨大 超級巨大 我發現還是有人偷偷的在防 歡迎新人 好,又來了好多新人 沒有一群新來的人就在家兩個村民 OK,這個已經不會有了 太晚拿了 那我們最好趕快解任務 看一下還有什麼任務可以解 喔,女王要加一點厭繁殖了 我要走啦 兩個石板已經沒辦法了 再見了,屏東的市民朋友 我在這裡做了八年也算是為你們做了許多啊 但這威脅已經要滿了 我也,該做的職責我也已經做滿了 大家再見 下一個去哪裡 依我這個 依我這個政績,我感覺我去一趟高雄好了 哎呦,新增了很多新能力喔 去北部喔 我往北部走也沒問題了 管理大家的食物 可以開始管理大家的食物 OK 直接去台北 這次一定行 我看一下 兩個開局都不錯 台北可以帶很多石頭過去 先從偏向開始發展 不用 直接來台北 有什麼 每次風暴過後都有一段和平的時機 在細語的時間解決掉事件就可以得到0.5的聲望 這個好耶,這個就是 高速,高速刷聲望 好 伐木會有額外的木頭 完美 又是走一個小農 家有人類的話,再走一個小農經濟流 漂亮 再走餅乾 再來個模仿怎麼樣 處理木板的 劇木場 劇木場 也是不錯啦 這一關是木頭特別多 可能也不用劇木場 感覺 紡織先來 OK OK,開挖 開始動工了,各位 新的基礎設施 新的基礎設施 貿易戰 貿易戰 該遠一點 一開始也不用貿易 咦 咦 怎麼全都是狸貓 我剛剛不是選人家狸貓嗎 怎麼會有八隻狸貓啊 哭啊 選擇一塊基石 你很會種蘑菇 每種25次蘑菇,蘑菇就會變多 每來一個村民就增加一點物資 好,增加一點物資好了 管制 管制喔 可以讓他們決定他們要吃什麼 這個挺好的 還可以決定他們要不要穿衣服 最高可以到加46,管他了,先不理 這東西暫時不用理會 任務是什麼 每次風暴過後,細語季節解決 事件就會加0.5 細語季節 讓狸貓開心就在給你很多狸貓 搶救遺跡 可以給簡單工具 而且產量增加 右邊強 開盤喔 來啊開啊 究竟 這種毒物能不能把台北給治理好 找到5個簡單工具 左邊這個好了 空地事件強化 把劍材包出去 農作物種的變快 好農作物種的變快 應該是有拿農作物 我是不是沒有拿到磨麵粉 好像沒有 屏東沒了 屏東也好好的啊 我是任滿才走的啊 該做的事我也做完啦 重建遺跡喔 這有亞麻田 亞麻田 亞麻田 值得硬啊 好先把這邊周圍開大一點 搶救一個遺跡 感覺搶救一個遺跡看那邊優先做吧 不過這個都 通常都要鑽快 我先不派人看火好了 警報 沒有人看火 如果沒有人看火會死人 OK 還不能不看火 全狸貓開局 狸貓開局不錯啊 狸貓吃素人又好 挺好的這些狸貓 開局木頭多存一點 開局木頭多存一點 如果可以燒煤礦的話那是最好 先把這兩區打開看看裡面是什麼 狸貓吃苦耐勞 我建議還是多拿狸貓跟人類啊 蜥蜴人要拿 也是可以 當建築工就好了 感覺吧 分配工作還是偏難 判索4塊空地 這個應該是蠻簡單的 趕快砍進去 狸貓為什麼要叫狸貓 可能是因為他們長得像狸貓吧 食物者營地,採集者營地 原料工作站先處理好了 颱風要來了 準備要獻祭給森林了 可能也不用耶 應該是不用吧 森林也沒有說到很不爽 144 最大獻祭數量下降 只要獻上一點蔬菜 可以找到人類家狸貓耶 完美,素巴拉西啊 登登登登登 這個路好像有一點卡就是 這邊什麼 喔農田,水哦農田 大的那種農田 好可以準備讓人類就種菜了 開蓋吧 來了新人來了 水水水 禮貓 禮貓萬歲 知難而退你售出更多東西敵意就降低了更多好 超級貿易流 再來有人處理食物了 好像應該留到剛下雨的時候再解 虧了 下細雨的時候解還有額外加成 好這邊全部打開 上人快到囉希望可以買一點木板 但是商人有賣人的話那是更好 怎麼玩呢就是慢慢的經營 有賣木板耶舒服 我感覺材料都先補一點 我直接拿現成的木頭跟你們換 可以進行貿易 好這個東西可以停工了來吧女王你說吧 目標什麼 再找4塊地OK可以我們這隻蛙 請蓋一個酒館然後賣很多的酒 好 好賣很多的酒 女王希望我們這個地方 發展成一個這個 賣酒的城市 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等等就把他送往主城 現在食物可能有一點問題 我決定先買一點食物起來 賣掉一點熟頭 再賣掉一點木頭 反正木頭 很多 全賣了 木頭全賣了 OK然後全力伐木 我們應該先不種古物吧 先 讓一般的食物可以撐過去 好完成了一個 來有什麼 抓蟲蟲跟 都沒什麼用耶 拿著好了 貝貓在哪裡 包裝農作物喔 包裝農作物這件事其實是有一點點麻煩 要不然包包看 來狸貓再塞進來 OK人類這個時間就是開混嘛 然後人類來蓋房子 這些加工品拿去賣錢 我現在就賣木頭啊 台北就是 不留任何一根木頭 全部賣掉 我們還要搶救一個遺跡耶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什麼時候可以搶救一個遺跡了 用力卡岸 禮貌一直卡岸 發展經濟 你要好好的發展經濟 現在要包裝農作物是不是 會不會太早解這個 食物可能會 有那麼一點點的短缺 會砍到這也沒有什麼 OK再來砍這邊 還有這裡也砍了 路很長走啊 我只能說要蓋高速公路也是要蓋很久啊 好啦蓋一條高速公路好了 不蓋白不蓋 反正大家有空就會來蓋 OK停工了 禮貓停工了 不要再欺負森林了 好 生靈現在也沒有到很不爽啊 應該是還好 採集者營地已經踩滿了 好停工 要去蓋馬路吧 看一下我們包裝的農作物已經完成了 農作物種植速度提高 好在送什麼 餅乾喔 木匠房吧 等雨停 雨就快停了 可以準備再把狸貓都塞進去了 新人來囉 哇再四個狸貓 伐木又更快了 伐木工的敵意值降低了12點 火焰護身符 不行我還要伐得更快 只要我砍得過快 森林就不會發現 這個已經是超級狸貓王國了 紅條喔這個紅條幾乎是不可能 簡單工具我看還是直接用買的吧 保持一些木板的量就好 食物就交給人類去種啦 剩下的狸貓全部都去罰木 一直罰 罰到世界的盡頭 再加蓋 再加一間 先把家附近這裡都處理一下 這裡有點擋路 清理一下 好有一個新區域要打開了 這一次是什麼 小型營區送蔬菜進去 會有很多東西好 這個我們等下一次 細語記的時候再解 不然來不及 暴風雨快結束的時候開始解就好 主堡升級 啊主堡要蓋東西 OK美麗城市木桶蓋起來 再發現一些空地就可以了 你看我木頭 超多我現在木頭超級多 森林生氣了 森林生氣嗎 沒感覺啊 森林你生氣了嗎 我食物當然在處理啊 女王又下令了來請說 包裝建材 讓村民移動速度增加 美拜 包裝建材吧 歡迎新人的話 包裝物產量會增加還送八個簡單道具好 這個也太強了吧 這個等 下一 下一年就可以了 到現在還不能搶救建築 根本沒有看到建築 森林好像確實有點生氣 11個 罰木空加264 那好像是有點多 海洋 沉積物喔 不然挖一點起來 哇還可以挖到零件喔 好爽喔 不能挖到零件 是要消耗零件 森林生氣了又能擾我怎麼樣 森林也不會動啊 我也不怕 傷人來了 你生你的氣我吃我的餅乾啊 你生你的氣我吃我的餅乾啊 紅柏叉 我看看啊 啊我要吃餅乾 喔這個人 不買木頭是不是 他是每一次不一定要買的 啊 你不想買木頭 但我好想吃餅乾喔 沒辦法 賣一點木板吧 也沒什麼辦法 這一次有餅乾然後加上這些蔬菜 應該再過一陣子是沒有問題 其實應該再買一點蔬菜的 不然那個熱木解不了 木板直接全賣 買點蔬菜起來 蔬菜怎麼那麼貴啊 不是啊這個人蔬菜怎麼賣那麼貴啊 受不了我要去尿尿 你說話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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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總共幾個?總共22個菜加上這邊收成 應該還行 又完成了一個女王的任務,非常好 我有琥珀了 其實琥珀拿來買這些東西比較好,琥珀拿來買能力吧 這邊又要10個蔬菜 我真的結兩個,不就都在喜飛了 升磚塊的 先拿著好了,升磚塊 我看看啊,這邊,等等可以把這裡也給開了 我想想 等等應該還會再來一些人類吧 應該可以再蓋 小小農場繼續蓋起來 OK,狸貓我們走,換邊 這是挖這邊 凱寶寶的糾團 怎麼還有凱寶寶 凱寶寶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唉唉唉唉唉,森林生氣了,森林生氣了,狸貓 別砍了,別砍了,別砍了 森林真的生氣了 然後這個長這樣喔,那是差不多可以開生結了吧 選擇獎勵 有蜥蜴人耶 我們這個 台北這個城市 完全不歡迎任何的蜥蜴人 我們只能接受蜥蜂跟人類 生命物質出現了 這是一個威脅 要處理的 會 大量的消耗我的食物耶 我覺得剛剛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營地啊 另外一個在這裡 另外一個有蜥蜴人耶 危險危險 好啊 好啊,蜥蜴人一定要住進來是不是 一隻,一隻就算了啦 所有房屋的位置加一 木頭的產量再增加一點 漂亮 這個太漂亮了 雖然種菜的速度會少一點點 雖然種菜的速度會少一點點 放吧 這樣子 怎麼解決這個事件沒有拿到0.5的聲望啊 不是應該可以 取得0.5嗎 細語季節 不是細語季節嗎 我看來是得開危險的森林 好,我們準備開一區 危險的區域吧 不種古物 看一下啊 食物目前 小花怪怪 食物現在有點怪怪的喔 這個 生命物質直接把我食物吃光光了也太扯了 不會視為解決零間空地事件 好,我快解完了 蜥蜴蜴蜴蜴蜴怎麼走了 他是自己走的啊 我們也沒有逼他 看來是把那個物件都留著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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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Boot 蜥蜴蜴蜴蜴蜴 只要讓他T 嬰蜴蜴能走了 來這裡我們改變一下 改變一下策略啊我要一條大馬路直接通進去啊 被檢舉了 不是他 他就自己要住進來 我也沒辦法 感覺好像從另外一邊挖比較快 在裡面開一個倉庫好了 歡迎新的居民 有沒有新的居民要進來 滿足村民的宗教信仰 OK 村民的宗教信仰 請你賣酒好 感覺就走這個酒 就是走這個酒店 罰木營地旁邊已經沒得罰了 從這裡罰進去 喝酒 就一直喝 食物還夠吃吧各位 勉勉強搶啊 商人正在路上了 不過我們就買一點 木頭是真的好多 木頭這個數量也太浮誇了吧 這樣砍下去森林會生氣 沒事啊我砍他一個措手不及 我砍超快 如果這個加成40% 你看食物起來了 剛剛是食物還沒有採收 人類是會好好的種菜的 看來兩片田已經夠這多少人 夠20個人吃了 停工停工停工 森林生氣了 燒點火 OK來包裝建材 包裝建材 十個木板才能做一包喔 好貴喔 OK 商人正在路上 但是暴風雨他不會來 哭啊 這什麼設定 還不管啦我感覺這裡先繼續看 暴風雨來了還不外送 最高只能燒這樣 就是暴風雨 我們才需要外送啊 不然我們叫外送幹嘛 來了來了他來了 賣什麼 煤炭喔 伐木又更強了 包裝貨物的速度也更快了 伐木又更強了 買 包裝更快 而且他大量收購木頭 那我感覺我要跟他大量的換簡單工具 強化工具也蠻有用的 物資全賣了OK這個東西也太貴了吧 強化工具不是用量還比較少嗎為什麼 現在木頭只能賣這個價 我不賣 強化工具先買個10個就好了 不行 還是得賣一點 好賣一點木頭 應該是還行啦 新人也來了嗎 要先看一下 每分鐘送三個食物纖維 燃料的製造速度增加 植物纖維 免費的 怎麼這麼多蜥蜴人 OK我決定派蜥蜴人去看火 好 食物夠吃嗎 蜥蜴人就坐鎮在本部就好了 天暫時不理他 包裝建築 材料其實要有點 趁森林不注意 趕快砍進去喔 來看看裡面的事件是什麼 快點砍進去 看到了喔 好出來了 裡面是一個免費的 木匠坊 然後會燒掉我的食物 不行啦 趕快處理吧 這個 還是得人在處理 啊 食物要被燒光光了喔 哭啊 木匠坊 木匠坊我已經有了 這個東西搶救起來好了 這個處理這個事件超難的耶 這個要0.5的話 看一下 歡迎一個村民 不管啦 這裡先蓋一個倉庫吧 高速公路蓋起來 我的狸貓在發呆 哪裡有狸貓在發呆 這邊有狸貓在發呆 已經沒有地方 沒有東西可以吃了 好 這裡再砍一砍 食物匱乏 小事情啦 那只是還沒有到收穫的季節啊 收穫的季節來啦 他不在三十二個月 他不在三十二個月 木頭兩百三十五個 還行 蜥蜴人又怎麼了又怎麼了蜥蜴人 怎麼你看個火都可以出事啊 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沒有沒有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對蜥蜴人有不公平的對待 這個不知道算不算是有解任務 驚嘆號的這個威脅好像才算有 我感覺趁現在趕快處理好了 蜥蜴人離開啦 為什麼這個不動啊 這個東西不會動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布啦 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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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木的朋友停工了 女王又下令了 開啟三個危險的營地然後解掉兩格 好沒問題 別砍了大家別砍了 喔 這個快處理掉了 顧火 一定要顧啊 OK 又有生命物質出現了 不妙啦 怕把我的食物吃光光啦 衣服衣服衣服 我們需要衣服 吃超多 這個東西吃超多 人開始減少了 非常危險 這也扣太多了吧 事件有機會帶兩倍的貨物回來 很多蜥蜴人 顧火 原來是沒有人在顧火喔 快點啊 蜥貓顧火啊 好怕 OK 蜥貓開始顧火了 喔 一切安全 裁縫店 這個是不能再包了捏 這個不能再包了捏 商人正在路上 蜥蜴人又被不公正的對待了 沒有 沒有這回事 絕對沒有 這東西為什麼沒解掉 怎麼又跑出來了 它是又跑出來了欸 沒有沒有 它已經 第二次了吧 這個已經第二次了吧 有喔 有加0.5囉 開3個危險的區域 一位蜥蜴人離開了 任期又快到了 還好啦 才6年 任期還久的欸 人類的信念低落 人類你們的信念先不要這麼低落 阿不然換你們來顧火 商人來了 商人來了 非常好 我建議這裡趕緊買點蔬菜啦 還是有更好吃的 沒有 來啦 買一點蔬菜啦 這個東西一直燒掉我的蔬菜 完全動不掉 全買了全買了 全買了 嗯 雞蛋 啊 蛋也很貴 安安啊 牛牛妹 牛牛妹 雞蛋這麼貴怎麼辦 可以賣一點零件 可以賣一點零件 雞蛋貴到一個根本就吃不起 完全買不了 這個東西又給我 不虧 好 感覺事情又 安然的解決了 搶救遺跡 搶救遺跡 這個任務呢 基本上 沒有什麼辦法 該開始做衣服了 別戴巨木頭了 真的別戴巨木頭了 好 植物纖維這麼多 我們先多做幾件衣服穿吧 有衣服穿 人民比較沒有問題啊 啊怎麼食物又突然沒啦 我都喝牛牛妹的牛奶 亂講 那個我都拿去賣掉 我感覺 好像還是得開這一區耶 不然這樣下去不行 不行了 開這一區吧 看看裡面是什麼了 食物被吃光啦 這一把不好說耶 如果我可以把這個建築物 成功的蓋起來 還可以再降一點 現在是每分鐘0.18 OK 搶救成功 又送了一堆簡單工具 每分鐘0.18 附近已經沒有放點了 來了來了來了 森林又開始了 燒火燒火 伐木工得再減少一個啊 哪裡還有一個的伐木工啊 這裡還有一個 人類的信念有點低落 建議人類趕快找衣服穿啊 送一張藍圖 來了 終於 終於開始賣酒了 織布 織布 織布一直在織啊 還是人類織布比較快 台北終於要起來了 就靠這個賣酒 怎麼回事啊 生命物質又出現了 這個東西是用什麼 解他比較快嗎 是用防疫戰是不是 五告泰哥 這個東西真的是五告泰哥 而且他解超久 好氣 他沒什麼啊 森林的敵意會直接提高300%耶 這麼浮誇喔 啊啊啊啊啊啊 怎麼那麼多的蜥蜴人 完蛋啦全都是蜥蜴人喔 哇 美羽群新來者再加兩個村民 那這樣是真的要出事啊 這個不知道夠不夠啦 哇這個要解4分鐘耶 可以讓敵意降低50% 看起來不錯 好啦蜥蜴人要走光光啦 這蜥蜴人基本上就是過來然後走光光啊 我看酒沒有那麼好做耶 酒還有酒瓶喔 酒瓶基本上是不知道在哪裡喔 可以讓森林的敵意降低一點點 食物者營地 好像這附近有一個吧 這是沒有 從來沒有蓋過食物者營地嗎 有了 來吧開始採集 人類離開啦 他一直在燒毀我的食物 食物被他燒光光啦 這個真的太強了啦 這個直接把食物燒光光欸 西人離開了 西人你們就好好的走吧 我決定稍微燒一點木桶 禮貓們現在遇到了一點問題 蛤? 蛤? 木頭也是已經要燒掉了啊 一位人類離開了 一位蜥蜴人離開了 我們快要跟森林和平共處了 解完這個會撿很多 他這個食物的這 這也扣太多了這個扣到 完全沒有辦法 好像只能放著他 或者有什麼建築可以一次把它處理掉 他算是腐敗嗎 OK人類慢慢的離開了 蜥蜴人也一直走 海洋沉積物啊 他那個硬解 要解超久的 根本就活不住啊 感覺要解得準備大量大量的 好啊森林終於不生氣啦 森林現在跟我們變好了 森林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好啊 商人快到了 商人如果等著給我賣一點東西的話 我看一下 谷物加淘氣或者直接是賣酒也可以 可以 OK 我覺得木板差不多可以停了 來了來了 是什麼 淘氣但沒有谷物 讓狸貓人的信念提高 石頭產量增加 提高狸貓的信念 加油狸貓 然後 擦賽只有淘氣可以買喔 啊 那也只能買一點淘氣了 沒有賣食物之類的 怎麼辦啊 沒有谷物 選一個什麼三分鐘增加 增加食物行為 根莖算是谷物 根莖來處理吧 不瞄啊不瞄啊 快要坐滿了耶 要第八年啦 要來到第八年囉 OK 森林 有點生氣 偏愛人類好了 也不太行 得燒木頭 偏愛狸貓 偏愛狸貓 生命物質又出現了 生命物質會讓人們做 直接不理啦 直接不理 這邊不理啦 管他啦 再見了台北 我走了 八年啦 夠啦 夠啦 做八年我先溜啦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做滿八年 以盡力 我已經完全的盡力了 八年過去了 台北還好嗎 該來去 玩家不堂物語了 今天又得到了很多的攻擊 有很多可以升級了呢 換一個狸貓啦 這個狸貓極限到了 來換一個狸貓 我先呼叫那隻狸貓好了 ặng 扉扉扉扉扉扉扉 看一下 應該從哪裡開始 看一下 我來呼叫一下狸貓 讓藍色狸貓趕緊燈